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这牧族大汉想了一想说道 本来啊 我们这里若不是镇眼之地 只是普通镇群的话 只催动了几种最厉害的劲致 应该可以击杀合体期的摩孙 但是现在镇眼正在为整座大阵积蓄能量中 所以能调动的禁止有限 恐怕还是需要我们亲自动手的 飞小夕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三人一起出手的话 自然可以挡下三名魔尊 四名炼虚魔族就交给其他人吧 我不也有十几名炼虚手下吗 草吉却摇摇头说 四名炼虚旗的魔族 都是炼虚后旗大成的境界 更不知联手后到底神通如何 我们这些手下 都只是实力一般的炼虚旗存在 恐怕挡不住这四魔的 挡不住也没关系 不是还有禁止辅助吗 虽然最厉害的几种无法发动 但是其他一些稍刺气的禁止 还是有用处的 在法阵辅助下 他们难道连缠住敌人都无法做到吗 木族大汉想了一想 觉得没有问题 也就赞同起来 若是有禁止辅助 自然是两说的事情了 韩兄 您觉得怎么样 韩丽 沉吟了片刻淡淡地说道 恐怕就算是有法阵相助 那四名炼虚旗的魔族 也不是我们的十几个手下 可以抵挡的 我没看错的话 这四魔原本一体 应该是同一魔人 幻化而成的 若是重新凝聚一人的话 神通绝对非同小可 还是非仙子亲自应对的好 阵眼这里嘛 也不可无人坐阵 以防有其他魔族 加以偷袭 早期道友 你就留下来看守阵眼 至于其他三名魔尊 交给我处理即可 什么 韩兄不会说笑吧 那三名魔尊 虽然修为不如韩兄 但是三者联手之下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他 非小夕也打量着韩丽 同样露出了惊疑的神色 韩丽微微一笑 向一侧虚空 招呼一声 放心吧 我既然如此说 自然是有把握的 谢兄 你现身吧 话音刚落 韩丽的旁边 波动一起 一道白色人影就无声地显现出来 并且从身上一下散发出 不弱于韩丽的强气息 正是谢道人 合体后期 这位道友不是韩兄身边那位 草吉和非小夕 一感应到谢道人身上强大的气息 在一看清楚其面容之后 都不由地目瞪口呆起来 韩丽黑黑的一笑 不在意地说道 若是我和谢兄一起联手的话 二位道友还觉得有问题吗 这个当然没问题了 原来几位前辈还暗中安插了人手 有谢兄出手 自然万无一失啊 这牧族大汉的立刻一抱拳 满脸笑容 若是韩兄和谢兄一同出手的话 向妹妹一见 非小夕长吐了一口气后 脸上略带异色地说道 显然这两位一族合体存在 将谢道人当成了联军几位大成 安插安排的人手了 而谢道人自从出现之后 只是平静之极地站在韩丽的旁边 丝毫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韩丽呢 更没有对此解释什么 目光扫视着前面金球上的画面 眼见的七名魔族 在那青面獠牙的魔尊为主下 已经扫荡空了附近的电弧 正往山脉中心栩栩飞来 韩丽不再犹豫 一声吩咐 曹道友 你马上发动颠倒唤醒五月禁止 将这几名魔族全都隔开来 就按照先前计划 我们几个人也动身吧 目族大汉一脸大嘴 好 韩兄尽管先走一步 在下这就发动禁止 说吧 目族大汉一个身形晃动 目然出现在了巨树大阵中心处 双目一臂 两手掐绝 口中念念又刺起来 大阵四周盘坐的百余名目族人 也是同样提表灵光闪动 各自掐绝辅助起来 走吧 韩丽一声招呼 三个人顿光一起 分别化为三道长虹 奔着魔族所在方向击射而去 几乎同一时间 从附近山头上 也有十几道数丈长顿光飞射而出 紧随三道长虹后的破空而去 正是那十几名 得到韩丽传音的炼虚卫士 七名魔族驾驭阵阵的黑风 在山脉中徐徐前进着 那青面獠牙的魔尊 竟然并未将手中的铜镜收起 反而将其捧在胸前 飞顿在最前面 并不时地把手中之物 向前方四下乱晃不定 此镜竟似有看破禁止的玄妙作用 忽然 铜镜照向某一方向的虚空上时 镜面上爆发出刺目的银芒来 青面獠牙的魔尊当即一声惊呼 不好 诸位导游小心 后面几个魔族啊 脸色一变之下 纷纷提表魔器滚滚 各种魔器飞快地祭出 但还未等这些魔族 在采取什么其他行动时 地下临海目燃一阵绿光大放 隐约一个直径离许大的巨大光阵 一线而出 并一下从中喷出了大片五色的光霞来 不妙啊 快闪 几声惊呼之后 几个魔族瞬间被霞光一卷而入 接着无数青色符文从中狂涌而出 将七名魔族均都包裹进了其中 给我破四香铜器 光霞当中青面獠牙的魔族 急忙把手中的铜镜猛然高举头顶 顿时一道黑色的光柱从中一喷而出 而那四名外形相似的炼须魔族呢 在口中同时一声大贺 身上竟同时战发出刺目的血光泪 轰隆隆一声巨响 黑色光柱从霞光一闪即逝洞穿而过 紧接着一个人影亮枪而出 正是那青面獠牙的高大魔族 但是其余魔族却在下方光阵一阵泛音发出之后 军斗一闪即逝地从原地消失掉了 此地顿时只剩下了青面魔族 孤零零一个人影了 此魔目光一扫下方开始崩溃的几段光阵 口中一下传出惊怒之极的吼声 一行换位 不错 没想到阁下竟然精通阵法之道 看来你们能来到这里 倒不是全倚仗手中这件宝物 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木然从极远的地方飘忽而来 天边青光一闪 一道青红顿时破空而来 青面獠牙魔族目光中凶光一闪 二话不说 把手中铜镜往高空一抛 再猛然一张大嘴 一团惊血一喷而出 化为一股血雾 钻入到铜镜之中 下一刻铜镜骤然间嗡鸣声大作 一个模糊之后 竟在光芒中幻化成了一张 阁楼大小的猙獰鬼脸 双目紧闭 轻飘飘地悬浮在空中 青面魔族口中一声大鹤 一手飞快地冲鬼脸虚空一点 鬼脸双目一睁而开 里面充斥着耀眼的黑芒 同时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阴沉笑声 但是下一刻 大嘴猛然一张 顿时滚滚黑暗就从口中狂喷而出 将对面天空一下都遮住了小半 青色顿光呢 更仿佛不及之下 瞬间被卷入其中 青面獠牙的魔族 一边在下方不停地掐动催动鬼脸 一边发出狂笑之声地说道 真是找死 在我这严肚魔眼之下 就算有通天灵保护身 也绝挨不过一时半刻的 这个时候 漆黑魔焰在的催动下 已经汇聚一团 并一凝地冲天而起 化为一根粗大的火柱 将那青色顿光 死死地困在其中 熊熊燃烧个不停 是吗 若是其他人被此焰困住 恐怕还真承受不了多久 但是我来说 破它却易如反掌 从黑色火柱中 传出淡淡的男子声音 接着一声悦耳的鸟鸣传出 一团荧光爆发而起 并使黑色魔焰如无雾 一个闪动地出现在火顶端 然后扑斥一声 幻化成一只数十丈长的 银色火鸟 此鸟通替银光灿灿 双翅一展之下呀 这身上根根的银铃 一下熊熊烧起 附近的虚空温度 顿时急剧上升 变得仿佛是火炉中一般 而整片天空呢 更是照应的通红一片 远远看去 黑色火柱上面 仿佛凭空多出了一颗 银色的胶羊 青脸魔祖一见此情形 心中一领 不妙 急忙手中一掐绝 再催动其他变化 这时候啊 却已经是迟了 只见那银色火鸟 仰手一声长鸣 木然头颅一滴 张口向下一吸而去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下方火柱 滴溜溜一凝啊 幻化作无数黑线 往银色火鸟中 狂涌而去 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硕大火柱 变得单薄无比 一道清蒙蒙的人影 显现而出 这人影看起来 并未动用任何宝物 只是放出 自身护体灵光 静静地站在虚空中 但残余的黑色魔艳 竟无法侵入 护体灵光分毫 青脸魔祖 亲此情形 倒吸一口凉气 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他这严督魔艳 到底如何厉害 自然再没有 比其自己要清楚的了 对方竟然单凭 护体灵光 就可抵挡住 此焰的攻击 这几乎让其第一个念头 就想起了 大成妻存在 恐怕也只有那些 不知活了多少万年的 老怪物 才有这等神通的 难道对方 真是那些老怪物的一员 恰好让我碰到了 就算不是 对方也绝不是 我能抵挡分毫的 这魔族一想到这儿啊 脸色一下变得苍白异常 汗流浃背起来 他忽然一跳而起 一根手指冲 头顶的鬼脸猛然一点 口中大吼一个 接着双肩一晃 双臂竟然诡异地脱落 并扑扑两声之后 瞬间化作两股血雾 把身躯一包其中 这时候高空中巨大鬼脸 表面凭空多出了无数道裂痕 并在黑芒闪动中 一下下暴力而开 无数根纤细的黑丝 从中狂涌而出 并密密麻麻地击舍而出 仿佛一张晴天巨网般的 冲着对面一照而下 青涩人影四人就是 刚刚赶到的寒令 血顿术 他一见青面魔族 这般举动啊 双目微微一眯 口中喃喃两声 一只手掌冲着高空 一拍而去 一只袖子则冲着远处 轻描淡写的一抖 一个母许大的金色大手虚影 在上空闪现出来 并五指一分 迎着巨网闪现一抓而去 滋拉之声大起 无数根黑丝 被五根金色的手指 硬生生的一扯而断 整张巨网就轻易的 被撕裂开了 而寒力抖出的袖口中 则一声雷鸣 一道金灿灿的电弧 喷射而出 但有一闪的 马上不见了 下一刻 血雾中的魔族 正要提表 血光闪动的 向后积射而出的刹那间 一声晴空霹雳 咔嚓 一道金色的电弧 从血雾的上空 诡异地闪现出来 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是一批而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